朋友你好我是石珍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植物 这是什么呢 我们仔细看 认识吗 这是三角梅 三角梅不开花 简直是一点都不起眼 你看这个很明显的特征 就是它的叶子会脱落 一整个枝上的光秃秃的 这是种在一个大盆子里头 这有什么看的呢 我们看旁边这棵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你看看这棵大不大 这么大种在地里 这里是多伦多 七月下旬 这么大的一棵 像个灌木一样 你从旁边走 看花是三角梅 我们仔细看 是三角梅吗 就是 但是它的形状看上去 就像一个普通的灌木 奇特吧 可能有人会问了 这三角梅不是不耐寒吗 怎么种在地里 对了 在多伦多是不耐寒的 你仔细看 再仔细看 我们再凑近看 这底下有一个大盆子 巨大的大盆子 你看它的枝干长得非常粗壮 这是一个很多年了 估计十年以上的吧 这么大一棵 然后修剪成灌木形状 它本来是爬藤的 可以长得支笼灯的张牙舞爪 现在就修剪成一个球形的灌木一样 开启花来 很漂亮很独特 我从这旁边过 就不禁要多看两眼 这怎么回事 奇特特别吸引人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 就是很多 第一 首先是很多室内植物 在夏天的时候 在多伦多可以搬到户外晒太阳 像特别像三角梅这种植物 特别需要热 需要太阳 需要 就需要这些 然后它是把盆子埋到地里 首先是个大盆子 然后再埋到地里头 一个是可以保证 它埋到地里 也可以保证它的潮湿 可以减少它的浇水频率 然后在它盆子很大 也可以减少浇水频率 就不怕晒 因为你要是盆子放在外头 太阳一晒这盆子 盆土升高 温度升高 对它根生长不利 把它埋到地里 也可以让它凉爽 埋到地里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根 可以从盆底 盆底一定是有孔的 不能是封闭的积水 这个就凹死了 盆底是有漏水孔的 它会从盆底的漏水孔 根会长出去 然后吸引更多的养料 就吸引到伸展到周围的土里头 这样的话 这样长出来的植物很壮 比这个植种在盆子里的要壮很多 因为它根系发达 到冬天就把盆子挖出来 因为盆子比较大 挖的时候估计比较费劲 然后它的根长出来 就是扒到周围的土 可能需要挖一下 估计这个主人是有经验的 长出去的根一定要切掉 不能留下 一定要切掉 多伦多的冬天太长了 至少有半年 它要在室内待半年 而且阳光不够充足 像三角梅就很容易比较弱 到冬天一天一天比天弱 那么夏天就是说暴晒 然后阳光日照时间长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恢复 我们转到另外一侧 看看它这么多的质感 即使搬回家 说实在的也是够占地方一大了 一大丛 估计是主人非常喜欢植物 三角梅特点就是它长新枝 就会开更多的花 那么这一夏天 这个位置是朝南 早上起来 一直到太阳落山 日照时间长 它运气好 应该能开两到三拨 也许能开第三拨 好了 三角梅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你看把盆子埋到地里 这个想法怎么样 欢迎在下面留言 咱们多多讨论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